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以扩大G车和M车的服务 G车将增加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9点期间的班次 从现在的每10分钟一班改为每8分钟一班 而M车的周末班次 从现在仅行至布鲁伦Mortal Avenue站 延长至曼哈顿下东城的Essex Street站 骑士站则是皇后区的Metropolitan Avenue站 另外将有600万元用于改善地铁站的整体设施条件 包括增加清洁轨道和地铁站台的频率 维护旋转门的质量以及增加保安摄像头等 另外北方铁路将在每个站台增加一个实时信息展示器 这项工程预计到2020年完工 每年将耗资170万元 华语电视记者莫威报道 今天在位于纽约华部的中华公所内 分别于上午10点到12点 下午1点到3点举办了两场求职技巧讲座 讲座是纽约中华公所联合纽约市议员 Canva和Street West Partners共同举办的 在讲座开始之前 纽约市议员陈倩文和中华公所主席吴国基 向在座的社区民众做了简短的发言 鼓励并赞赏大家前来学习 为了帮助社区民众能够在今年秋天 由纽约市议会少数族裔委员会 即将举办的求职招聘会上 顺利谋到职位 这两场讲座的举办方 专门派出了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 在现场指导大家 关于简历撰写 面试技巧和礼仪规范等求职必备知识 现场还为不擅长英文的华裔民众 配有工作人员进行翻译 前来参与的社区华人 对本次讲座反响十分热烈 并希望社区机构能够在未来 多举办此类活动服务社区民众 华语电视记者莫威纽约采访报导 居住在布鲁克林的 马来西亚籍华人刘女士 她的母亲在今年5月 从马来西亚来探望女儿 不料在6月因为脑中风 紧急送往医院开刀 陷入昏迷至今未醒 因为没有医保 刘女士被医院告知 必须转院或者送回马来西亚 面临难题 刘女士今天来到 马来西亚联谊会求助 来西亚旅美联谊会23号举行记者会 由联谊会执行董事 廖瑞荣主持 为该会成员刘女士 因为其母亲脑中风 在康林岛医院紧急开刀后 受到不平待遇求助该会 据刘女士表示 她的母亲王玉美 在今年5月10号 自马来西亚到纽约旅游 并探望她 不料在6月9号晚间 因为头晕恶心 身体不适 昏睡不醒 在10日上午 曾前往布鲁克林一家华人 医师诊所就医 但只施打了点滴后返回家 11号因为昏迷不醒 紧急送往康林岛医院 诊断为脑中风 立即开刀 期间虽然一度恢复神志 转入了普通病房 但不久 却因为脑中仍有血块围清 情况转坏 陷入昏迷 至今未醒 应无医保 刘女士被医院告知 必须转院 或送回马来西亚 面临难题 23号到马来西亚 绿美联谊会求助 希望协助解决 刘女士也指出 因其母脑中 有部分血块叫声 因此紧急开刀时 并未清除 但家属要求开刀 但目前医院却拒绝 表示因为脑中 没有继续流血 院方无法开刀 刘女士说 母亲因无医保险 又是国外人士 院方表示 要家属做出决定 不是把管救世转院 或直接送回海外 马来西亚 对待病人不闻不问 无医的十分气愤 马华联谊会执行董事 廖瑞荣表示 将协助家属与院交涉 并建议华人旅行在外 应该注意医保问题 我们联议会还是呼吁所有的观光客 不然你来美还是期待其他国家 就应该买一些保险 这个我认为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政府因为在这个经费上有问题 就我们这些病人就成了牺牲品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 纽约策访报道 第36届亚美国际电影节 将自7月24日到8月3日 在纽约举行 主办单位今年将举办台湾电影专题 展出作品横跨不同类型和年代 彰显台湾电影多元创意的特色 第36届纽约亚美国际电影节 将在7月24号至8月3号 在纽约举行 主播单位23号在美国华人博物馆 举行了记者会 并邀请多位制片导演及演员 出席畅谈创作的心得 会中介绍 今年影展将举办台湾电影专题 作品包括《逆光飞翔》 《甜》《秘密》等两部当代剧情长片 及理性导演的经典作品《早安台北》 纪录片悬映了《不老骑士》 另外也有五部新锐短片入选 祝约举台北文化中心主任尤淑敬表示 今年影展主办单位规划了台湾电影专题片 将横画不同类型及年代 也彰显了台湾电影多元创意的特色 据了解今年的参展作品 共有26部长片及44部短片 除了亚裔美国电影工作者的作品之外 也包括了台湾、日本、土耳其、新加坡、香港、印尼等 众人的注意 而引起注意的不仅仅是榴莲本身 还有榴莲哥的质量保证和服务品质 欧黎街和葛兰街的交界处 有一处卖水果的摊位 已经在那里十几年了 在华部贩卖水果的摊位数不胜数 但是能够像榴莲哥范墙一样 如此受到大家关注的却寥寥无几 他说其实早在几年之前 就有人拍摄它的水果摊位 并上传到网络 那时是因为大家对于榴莲不了解 不知道这个奇怪的水果是什么 更被它的味道吓到 这让更多的人开始光顾它的水果摊 因为它的水果新鲜 服务周到 同所无期 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点 从榴莲本身转移到它这个人身上 最重要是我们水果的评级 因为评级 你买几十块买一个水果评级 最重要拿回去不能吃 我们马上可以帮你换掉 要免费帮你开的服务 做得比较好一点 如今 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起榴莲哥 其中也不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媒体 可是 榴莲哥却不认为自己是名人 他表示 只想踏踏实实 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的生意 让顾客满意 华与电视记者赵璐 纽约参访报道 中国职业篮球全国冠军 北京金鱼篮球队日前来到 荆州勇士队的训练基地 接受专业的培训 并通过与美国进旅的较量 为9月6号的中国全运会做准备 来看旧金山记者发来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Wallways Auckland 荆州勇士队的训练基地 今天呢这里呢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来自中国北京 鲸鱼队的主要成员 那他们将在这里呢 进行为期15天的海外训练 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的训练状况吧 来自中国首钢篮球俱乐部的 北京鲸鱼篮球队 在2012年的中国职业篮球协会比赛中 拿到了他们第一个冠军 这次北京鲸鱼篮球队 男队和女队一起来美 进行为期15天的培训 除了与美国这边的 篮球队比赛以外 接受美方教练 防守方面的培训 是主要目的 主教练敏露蕾表示 美国篮球队的整体水平比较高 培训工作一直在向美国学习 这次也请了一些美国教练 来提高球队整体水平 我们就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的环境 或者一些非常好的对手 来提升我们全队的技战术水平 他说这次培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会 主要是为了9月份的全运会 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被问到是否担心 由于球员的水平太优秀而转去NBA时 敏露蕾表示 这并不矛盾 而且非常正常 他说 球员有更好的发展平台 为中国的篮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是非常骄傲的事情 南篮队在第一天接受了美方教练 三个小时的训练后 队长陈磊说 这是头一次对美国的篮球训练 印象这么深刻 因为来到这块场地 我觉得可能也是对我们来讲 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 首先要是做好自己的训练 然后可能会更深入地了解 这个NBA球队的一些文化 对于提高 可能一次两次提高 不会非常大 但是肯定会有视觉的冲击 包括一些理念 先进的理念 然后学习 他还指 自己一直看荆州勇士队的比赛 他赞扬勇士队外线非常棒 喜欢他们打球的速度和激情 希望这次能够深入了解 这边球队的文化 同时通过比赛可以学到更多 首纲篮球俱乐部总经理袁超表示 美国篮球的整体水平比较高 而且有很多篮球队 所以在比赛前并不知道对手是谁 也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表示 这次聘请的美方教练 都是NBA球队的教练 来这以后每天日程排的比较满 训练场馆也有的时候变动 比赛对手也都是互相不了解 实际这是我们也想遇到的 也是困难 也是我们想给我们一个挑战 金鱼队还将在Stanford大学 与其他美国球队进行比赛 再来关注一则南家新闻 夏天是荔枝盛产的季节 台湾荔枝正在南加州各大华超市热买当中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龚中成 经济参事陈明师 以及洛杉矶台湾贸易中心 严慕松等官员都出席了台湾荔枝宣传会 台湾的荔枝可以说是卫美 也就是直加 大家都知道 那当然在台湾这方面 除了这个原来的荔枝 叫做黑叶 中部为主的 现在更有这个玉核包 最近几年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玉核包的这个产品 它那个肉质更为鲜美 那个纸是更小 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地高兴 这个大华超市这么地用心 这么地努力 这个有一句话吧 叫做好东西 给好朋友分享 那我们也希望台湾 这么好的这个水果 这种各样的产品 能够到北美 到我们加州洛杉矶 让更多的侨民 让我们更多的美国朋友 都能够分享 所谓独乐乐部 都种乐乐 荔枝是亚热带的水果 色香味俱佳 齿名中外 有果王之称 每一年的五月开始 就是台湾荔枝盛产的季节 不仅品质好 受到国人的热爱 同时也远销美国 尤其是黑叶荔枝 肉多 紫小 糖分高 是夏季水果里的热销产品 今年大花销是从台湾进口的 台湾黑夜荔枝 无论从色泽 甜度跟新鲜度 带给大家口感 跟往年都不一样 所以能够在六七月 这个季节尝到 台湾新鲜运到的荔枝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希望南加州的民众 都可以到我们15家分店 去购买选购 台湾荔枝推广会上 餐饮师傅还现场 做了三道美食 有素炒荔枝 荔枝花枝片 以及荔枝沙拉等 让所有试吃的人 都赞不绝口 南加州各大华超市的 台湾荔枝试吃活动 将在7月27、28周末 两天举行 喜爱荔枝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华语电视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